核聚变能是人类未来理想的清洁能源之一 而要实现核聚变发电的两大难题 是如何实现上亿摄氏度点火和等离子体 稳定长时间约束控制 近日中国人造太阳东方超环 成功刷新了上亿摄氏度高温等离子体条件下 连续稳态运行的世界纪录 在5月28号的凌晨2点59分 我们应该是取得了重复的 稳定的101秒 1.21度的高温等离子的稳定运行 据了解 有着东方超环支撑的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在2020年6月启动了EAST装置的升级改造工作 历时一年的升级改造全面提升了该装置性能 并在物理实验中攻克了稳态高功率加热 完全非感应的高电流驱动 高精度等离子体实时控制 高热负荷等离子体与B材料相互作用等系列技术难题 成功实现可重复的1.2亿摄氏度101秒和1.6亿摄氏度20秒等离子体运行 将1亿摄氏度20秒的原记录延长了5倍 为中国核聚变发电奠定了坚实的物理和工程基础 我们通过高功率的受冰波加热 它也次数区别研究领域处在国际领先水平 据工先祖介绍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科学家们就发现核聚变能具有资源丰富 无碳排放和清洁安全等突出优点 是人类未来理想的清洁能源之一 可为实现碳中和做出重要贡献 后经过全球科学家70年的共同努力 在上世纪90年代 已经在实验室验证了核聚变能的科学可行性 此次中国人造太阳实验刷新世界纪录 意味着人类让核聚变成为未来清洁新能源的努力 又取得了一次突破性进展 现有的托马克装置仍然是一足于基础研究 也是通过物理和工程方面的研究 为未来的反应堆的建造奠定科学基础 因为托马克它的科学目标就是聚变能研究 也就是能够通过在托马克装置上 能够建造未来的商用反应堆 也就是解决未来清洁能源问题